你听过228公园的各种都市传说吗? 相信你一定不陌生 甚至脑袋会主动浮出许多迷样的故事 不管是百先勇小说《镊子》描述的《晴玉新公园》 还是公园内大幕亭里 郑成功像过了午夜十二点会眨眼的传言 从日本时代设立到现在 已经超过一百年的228公园 和台湾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息息相关 228公园和228事件有什么关系? 园内的台北228纪念馆又是什么? 这集就让阿草带你看看它的前世今生吧 228公园在明治41年落成 是台湾第一座欧式近代都市公园 当时的名称叫做台北新公园 因为位置临近日本人居住地 附近又有总督府等日本殖民政府的行政机关 常举办各种官方活动 很多人到日本旅游时 一定会去各地的填满工 当时公园内也有一座台北填满工 此外 228公园其实也是台湾国球棒球的起源地 现在靠近台大医院的水池 以前曾是台湾第一座棒球场 新公园棒球场 1930年 台湾第一个广播电台台北放送局也在此落成 并成为台湾NHK 台北放送协会THK的基地 日本殖民政府以此出发 附建了台湾全岛联播网 除了台北也设立台南、台中、嘉义、花莲等五大放送局 成为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即时资讯中心 1945年8月15日 台湾人转开收音机 聆听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御音放送 就是透过THK的系统传到每个人的耳朵 日本战败后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盟军接收台湾 以为可以出头电的台湾人 面对的却是中华民国政权贪污舞弊 军机败坏 台湾人被不公平的对待 加上文化的差异 不断造成各种冲突 累积了极大名怨 终于在1947年2月27日晚间 因为茶器撕烟 打伤烟饭 勿杀路人的意外引爆 227事件隔天 2月28日 群众到行政长官公署陈勤 竟然还遭到卫兵开枪射杀 许多人便前往台北新公园集结 占领台北放送局 放送227棄验命案 及228公署开枪的事情 消息瞬间传遍全台 成为各地民众反抗暴政的开端 除了抗争民众 行政长官陈一 也多次透过广播向民众喊话 并透过THK的系统宣布戒严 台北放送局 成为冲突双方发布资讯的重要场所 1995年 公元内228和平纪念碑落成 李登辉以事件加害者 中华民国总统 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 公开向228事件的受难者 与家属道歉 1996年 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 也将台北新公园 更名为228和平纪念公园 1997年 228事件50周年时 陈水扁更进一步将公园内 在当年扮演传递真相 号召抗争的台北放送局听社 改为台北市228纪念馆 由叶伯温出任创馆馆长 228从来就不只是一天 与一个地方的故事 当年 这个全岛各地都响应串联的抗争 需要我们更多的理解 了解它与这边土地的关系 许多我们每天都会看到 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 背后可能都有台湾人追求民主 自由与平等的故事 228连假期间 如果有出去走走 别忘了利用机会 多了解这些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受 Utiliz肯定